好的你看到国民党立委严宽恒遭岳父的小三光碟勒索了两千万 生意两天之后他今天出面澄清 他说他不方便评论岳父的感情世界 不过这个小三啊会选的指控是对他个人名誉的污蔑 而呢也因为勒索案他现在意外自己自爆 他说他跟结婚步入礼堂十九年的妻子陈丽玲 已经两度离婚三次结婚 就是我们是夫妻又像好朋友 那每一段的分离 都是经过充分讨论跟深思熟虑 我请大家祝福我们 真的离婚两次哦 有有有有 离两次 尴尬比出二的数字没看错 37岁的颜宽恒在去年补选之前 就已经跟结离十九年的太太陈丽玲两度离婚 而且第三次结婚还是跟同一个人 感觉很好啊 有没有觉得对不起人家啦 有没有觉得对不起人家啦 请你祝福我好不好拜托 拜托谢谢 吵架吗 吵架一定会啊 不吵就没感情啊 对不对 不要羡慕那个不会吵架的 谢谢 结婚啊 我做阿公啊 谢谢 都同一个 他们是感情纠纷 颜宽恒的岳父有的小三却寄光碟恐吓 只称手上有会选录音勒索2000万 听了光碟之后 颜宽恒当天就报警 在过年前 就他寄光碟到我们服务处 有没有会选 我保证没有 今年就要当阿公的颜宽恒 也否认跟老婆第三度结婚 是为了选举 至于外传叔叔遭到杀手殴打的谣言 他澄清完全是空穴来风 有人恶意重伤